通过上几个视频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 这个电磁楼板上面 这个对管 如果损坏 将会直接导致 IGBT不工作 IGBT瘫痪不工作 那电磁楼 它就不会发热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更换 如何更换这个对管 关键我们要搞清楚 这两个对管的工作参数 也就是它的电参数 其实这是一个NPN型和PNP型 组成的腹部型推往功率放大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管子的功能特点 它标注为8550和8050 好我们来看一下8550 直接打开 安装在我们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包 输入8550 好我们看 这个8550 8550它实际上是一个 什么 是一个PNP型的 三极管 后上功率 0.625瓦 功率一瓦的不到 一瓦的不到 极电极电流 VUIC0.8昂 VCEO50伏 特征频率FT300兆赫兹 可想而知 这个管子 它是一个高频功率管 直流放大系数 可以从85到83百进行选择 通常和8050构成对管 所以在电路当中 这是一个双胞胎 8550和8050 它是一个对管 我们在更换的时候 一般呢 两个都要进行 把它更换掉 这样一绝后换 很多这个电磁楼坏了的时候 都要双双把这两个管子一起换掉 8550和8050构成一个配对管 你明白了吗 双集666 好 我们下期再见